13比19到22比20 中国队的男双组合彻底打风了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完成了超级大逆转啊 这是在2023年的苏迪曼贝四强赛上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此前中国的混双跟女单都输给了日本 接下来的这场男双对决至关重要 中国男双出场的是刘雨晨和欧选义 日本男双出场的是宝木卓朗和小林优舞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惊险刺激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国组合是如何在决进中完成逆转的 随着这一球的下落 比分战成了19比13 日本组合领先了6分 只要再拿下2分 中国队就将止步于四强 现在就来到了关键球的争夺 我们中央要冲上来 太勇了 来 走球 中国组合连续的快攻 让日本组合打得非常的被动 趁机追回1分 杀球出界 日本组合想要快速的结束比赛 打得有些着急出现失误 再来一个下落失误 中国组合连续3分 往前的想攻拿下一分 比分来到了20比16 日本组合拿到了4个赛点 距离淘汰中国队只差1分 来 想发一个节奏 没关系 好球 来 本贵好球 中国组合打得很难强 就下第二个赛点 再次出界 中国组合就下第三个赛点 精彩还在继续 小球 比分战成20比20分 中国组合连就四个赛点 现在两队在同一棋跑线上 一分组合回球下往 关键球上连续的出现失误 中国组合反超比分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赛点 气势已经打出来了 漂亮 最长连段的进攻拿下最后一分 中国组合没有给日本组合一丝的结果 直接以22比20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空中以多久比1的夸张比分完成逆转 拿下了这关键的男双一分 将团比赛的总比分占成2比2平 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女双直接碾压了日本女双 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比2淘汰日本队 进入到了2023年苏迪曼杯的决赛 这场男双的大逆转 直接拯救了中国队呀 你保护了